西达多的文字很容易读 而真正读懂 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 他曾获得歌德文学奖 冯塔纳文学奖 并于1946年以小说《玻璃珠游戏》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文论家们称之为 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位骑士 黑赛的作品深刻揭示了正直的人们 在现代世俗文明的压迫下 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与心灵孤寂 他试图以某种圆融统一的境界 来调和甚至包容 阴与阳 善与恶 物欲与神性 世俗与超越等两难命题 西达多是黑赛最著名 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一位西方读者评论道 西达多的文字很容易读 而真正读懂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 一般读者会最心于书中百转千回 引人入胜的情节 善于思考的读者会折服于黑赛 日耳曼式的深刻思辨力 追求信仰的人们可以玩为书中 眷勇而空灵只可悠然心晦的禅意 喜欢古典也可 这是古代印度的故事 喜欢现代也可 可从书中获得一分 在金钱浪潮冲击下的清醒与淡薄 下面让我们暂时静下心来 跟随我的声音 陪一位印度少年走一段修行之路 他是所有的人快乐 但是西达多自己却并不快乐 第一抹天光投进室内 父亲看到西达多的双膝 微微站立了一下 但西达多的脸上却没有站立 他的目光注视着远方 终于 这位婆罗门意识到西达多 再也不能与他一起留在家里 他已然离开了 在防射的阴影中 在阳光照耀下的河岸上 在停泊于岸边的小船旁 在柳树林和乌花果树的农荫里 西达多 英俊的婆罗门之子 与他的朋友乔文达一同长大 河岸上的宗教祭祀和水中的虔诚沐浴 阳光晒黑了他修长的臂膀 满过林中 当他在母亲的歌声中嬉戏 当他聆听自己父亲的教诲 树影掠过他明亮的眼眸 他很早就学习祭祀和修行 学会了无声的墨诵 鞍字咒语 懂得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了解阿特曼 不受万物干扰 与宇宙保持一致 他父亲的心中充满喜悦 因为他的儿子聪慧 而且渴求知识 他的母亲也时常为他感到骄傲 所有人都热爱着西达多 而他也使所有的人喜悦和快乐 但是西达多自己却并不快乐 他常做梦 有无休止的想法从内心中涌出 他心中的困惑日益增加 神圣的洗礼虽好 但它们是水 洗不掉罪孽 解除不了内心的恐惧 对神灵的祭祀和祈求当然很好 可是祭祀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吗 除了独一无二的阿特曼 还有谁值得被祭祀被崇拜呢 在哪儿才能找到阿特曼 与他融为一体呢 除了在自我的内心深处 这条路还会在哪里 没有人指出这条路 没有人知道 西达多心想 我必须亲自找到他 这个自我的本源 我必须拥有他 傍晚 西达多和乔文达坐在荣树下 前程诵经 那时 有三个沙门 经过西达多所在的城市 他们是去朝圣的苦行僧 寿小 憔悴 风尘仆仆 被太阳晒得焦黑 他们生活在孤独之中 沉默而又庄严 西达多望着他们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晚上 西达多对乔文达说 亲爱的 我要去找沙门 我要成为一个沙门 乔文达明白 西达多要摆脱现在的生活 走自己的路了 父亲坚决反对西达多的想法 西达多整晚站在父亲房间外面 表达无声的抗议 直到第一缕晨光照进了房间 父亲看到西达多的两膝在微微颤抖 眼睛却一直注视着远方 父亲抚摸着西达多的肩膀说 孩子 去走你自己的路吧 如果你能找到永恒的幸福 就回来交给我 如果你得到的只是失望 就回来 重新跟我一起 敬奉神灵 当西达多在沉袭中 迈开麻木僵硬的双腿 慢慢离开故乡时 旁边闪出一个熟悉的人影 加入了他朝圣的行列 那是乔文达 在苦行与前修中 只是得到了短暂的麻醉 这天晚上 西达多和乔文达追上了那几个苦行僧 加入了他们 西达多跟沙门一样 每天只吃一餐 然后他摘戒了十五天 接着又摘戒了二十八天 西达多变得行销鼓励 他那显然变大的眼睛里 闪烁着热烈的梦想 枯瘦的手指长出了长长的指甲 他看见商人做买卖 送葬的人哀哭 妓女卖弄色相 恋人相亲相爱 母亲给孩子喂奶 他对这一切不屑一顾 一切都是骗局 一切都伪装成高雅 幸福和美好的样子 世界的味道真苦涩 生活就是烦恼 西达多有一个唯一的目标 那就是万事皆空 没有渴求 没有梦想 也没有苦和乐 他长久地站在烈日下 站在暴雨中 直到身体失去疼痛的感觉 他默默地蹲在荆棘丛中 灼痛的皮肤淌出了血 溃烂的伤口流出了浓 西达多一动不动 直到不再出血 直到不再有针扎般的疼痛 西达多跟年纪最长的 那个沙门学习了三年 练习摆脱自我 看到一只鹿鸟飞过竹林 西达多就让灵魂钻入鹿鸟 飞越森林和山脉 他感觉自己变成了鹿鸟 像鹿鸟那样挨饿 捕鱼 像鹿鸟那样死去 看到一只死狼躺在沙岸上 西达多的灵魂钻进了那具尸体 躺在沙滩上膨胀发臭腐烂 变成骨架化作尘土 吹散到原野里 就这样 西达多破坏了自己的知觉 从自我变成千万种陌生的形象 去经历痛苦 克服痛苦 在虚无和幻想中流连 西达多努力通过对他者的生命体验 来克服自我的执着 但他每次又重新醒来 回到自我本身 回归是无可避免的 他无法摆脱轮回的痛苦 什么是冥想 什么是对肉体的弃绝 什么是摘戒和调戏 那只不过是在逃离自我 只不过是对自我所受苦难的一种短暂的逃避 只不过是针对生命荒谬与痛苦的一副暂时的麻醉剂 一个牧牛人在小酒馆里喝了几碗米酒或椰子奶 他也在做同样的逃离 不再感觉到生命的苦难 西达多觉得 他们仍如母腹中的婴儿一样 离智慧与救赎遥遥无期 后来西达多和乔文达得知了一个消息 一个名叫乔达摩的高僧已经出现于世 他已克服了尘世的烦恼达到了涅槃 乔文达邀请西达多一起去听佛陀讲经 西达多意味深长地笑了 语气里带着一丝悲哀和嘲讽 说道 亲爱的 我已对所有教义和学识感到怀疑 我已对所有教师的言辞没什么信心 但是 我的朋友 我愿意去听一听这种新教义 尽管我相信 我们已经品尝了这种教义最美的果实 您的教会包罗万象 却无法包含您本人亲身经历的秘密 这天早上 和尚们正拿着化缘碗往外走 去城里募集午餐 西达多看见佛陀 马上就认出了他 佛陀穿着朴实无华的黄僧衣 手里正拖着化缘碗 谦逊地走着自己的路 举手投足 遵循着严格的规矩 他那慈善的目光 静锤的双手 以及手上的每一根指头 都显示出安宁和完美 他没有追求 没有欲望 只有光明与和平 这个人是圣派多 西达多对他无比尊敬 无比热爱 晚上 当炎热已经消退 大家聚集到一起 听佛陀讲经 他的声音十分完美 显示出锐智和平静 小达摩讲有关烦恼的学问 讲烦恼的起源 讲消除烦恼的途径 他的演讲平和流畅 清晰明朗 是的 世界充满了烦恼 但是可以找到摆脱烦恼的方法 谁遵循佛陀的教会 谁就能得到解脱 佛陀结束讲经时 已经夜深了 几个朝败者走上前去 请求皈依佛陀 乔文达这时也走上去说 我愿意信奉您的学说 加入您的队伍 但西达多却默默站起身 准备离去 一起长大的两个年轻人 注定要从此分开了 西达多转过身 碰到了乔达摩慈善的目光 乔达摩慈爱地说 年轻人 你不留下来吗 西达多微微一笑 尊敬的佛陀 您的确已经达到了 成千上万婆罗门正在追求的最高的目的 您 已经摆脱了死亡 可是您无法用话语来告诉别人 在您大彻大悟的一刹那 究竟发生了什么 最彻底的开悟境界是不能言传的 您的教会包罗万象 却无法包含您本人亲身经历的这一秘密 每个人都只能自己去经历解脱之路 西达多边沉思 边缓缓地前行 他问自己 你原来想从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无法教给你的又是什么呢 那是自我 要学的就是自我的意义和本质 我要摆脱和克服的就是自我 可我却一直害怕自己 一直回避自己 我寻求阿特曼 寻求神性 寻求最终的真理 却把活生生的自我迷失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心想 逃避现实 摒弃自己的身体和思维 并不能真正地通向彼岸 过去的我是多么愚昧啊 我不想再当苦行僧 也不想再信奉什么学说了 我要向自己学 了解我自己 了解西达多的所有秘密 我要从头开始我的生活 完全从头开始 寻神成可爱 更可爱的是 为美丽的加摩拉献身 当一个人以孩子般单纯 而无所需求的目光去观看 这世界是如此美好 当一个人能够如此单纯 如此觉醒 如此专注于当下 毫无疑虑地走过这个世界 生命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在树林里 西达多看见一群猴子 在高高的树梢上跳跃 发出粗野的充满欲望的提升 一只公羊和母羊在草丛里旁若无人的交配 一切都散发着激情和力量 中午 中午西达多渡过河 在城郊一座美丽庄园旁 西达多遇见了一群男女仆人 中间是一层四人台的华丽轿子 轿里有一个女人 在高高怂起的黑发下面 西达多看见了一张美丽而聪慧的脸 鲜红的脸就好像一枚新剖开的无花果 乌黑的眼睛聪明激进 白皙的手修长秀气 手腕上戴着宽宽的金镯子 她就是铭记加摩拉 据说加摩拉不仅外貌出众 而且拥有极高的智慧 这天下午 西达多去城里刮了胡子 剪了头发 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然后通过仆人的禀报 见到了美丽的加摩拉 西达多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来意 尊敬的加摩拉小姐 感谢你长得这么漂亮 要是你不嫌弃的话 我想请你做我的朋友和老师 跟你学习爱情的欢乐 我对艺术和爱情一窍不通 而你却是这方面的大师 美丽的女人总是骄傲的 西达多当然明白这一点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美妙的主意 加摩拉 你愿意用一个吻来换我的一首诗吗 加摩拉抚摸着手里的孔雀毛扇子 对这个标心立意的英俊沙门颇有几分好感 如果我喜欢你的诗 那么我愿意 到底是什么诗呢 西达多沉吟了一会儿 朗诵了一首美妙的情诗 其中最后一句是 祭神成可爱 更可爱的是 为美丽的加摩拉献身 平民出身的加摩拉 被这美妙的情诗深深打动了 加摩拉用眼神示意西达多过来 久久地亲吻他 而西达多清楚地感受到 加摩拉在怎样教他 控制他 又拒绝他 再引诱他 在第一吻之后 又是一长串安排巧妙的亲吻 他喘着粗气站在那儿 脸红得像个孩子 加摩拉让他大开了眼界 在加摩拉的指导下 西达多在狂热的沙门年代里 扼杀的性欲彻底苏醒了 在加摩拉的亲吻指令下 西达多去拜访了城里的首富斯瓦密 跟他合作经商 西达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轻易地赢得了斯瓦密的信任 斯瓦密给他讲如何做生意 给他看货物和仓库 还教他算账 西达多学会了很多新东西 他开始融入俗世的生活 周旋在俗不可耐的商人们中间 用短短几年时间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每天西达多依旧会定时 去拜访加摩拉 给他带昂贵的礼物 加摩拉那红润聪明的嘴 教会了他许多事 身体的每一个最细小的部位 都有秘密 而唤醒着秘密 都会带来幸福 西达多现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可以说完全是在加摩拉这儿 跟斯瓦密的生意要远远退居其次 怎样才能摆脱这毫无意义的生活呢 岁月荏苒 西达多置身在安乐中 几乎没有觉察到年华的流逝 他富了 早就拥有了一幢豪华的住宅 和大量的仆人 他现在很少笑了 脸上出现了那些有钱人常见的特点 知足 病态 懒散 和冷酷无情 有时他感到胸膛深处 有一种衰亡的微弱声音 轻声提醒 轻声抱怨 几乎听不清 这个声音告诉他 他现在过的是一种奇怪的生活 他所做的事只是一种游戏 真正的生活已经从身边流逝了 有好几次 他都被这样的想法吓一跳 他常常从可憎的迷醉中醒来 常常从镜子里照见自己变老变丑的脸 感到羞愧和恶心 于是他继续逃避 逃到新的赌博之中 逃到酒色之中 再从那儿回到赚钱的本能之中 这种毫无意义的循环 让他疲于奔命 日渐衰老 在一次欢爱之后 加姆拉久久地凝视西达多疲惫的脸 加姆拉深沉地说 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爱人 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爱人 你比别的人更强壮 更顺从 你出色地学到了我的艺术 可是亲爱的 你骨子里仍然是个沙门 你并不爱我 也不爱任何人 西达多疲惫地说 大概是这样吧 你跟我一样 你也不爱 否则 你怎会把爱情 当成一种艺术呢 那天晚上 两人坐在花园的树下交谈 加姆拉请求西达多 讲述乔达摩 乔达摩的眼睛如何纯洁 他的笑容如何安详 加姆拉叹了口气说道 或许要不了多久 我会去追随这位佛陀 西达多从加姆拉眼角 看到细细的皱纹 不禁联想到秋天与老年 就像西达多自己 黑发间 已经出现了花白的头发 衰老与死亡 谁能避免呢 西达多回到自己的别墅 喝了好多酒 真想绝望地痛哭一场 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呢 他忧郁地走进花园 坐到一棵芒果树下 他集中了心思 再一次回顾了这辈子走过的路 他什么时候曾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和欢喜呢 哦 对 他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历 在少年时代 他作为祭祀助手 受到父亲夸奖时 他感觉到了神的声音 当他离开故乡 选择沙门生活时 听见了这声音 当他投奔佛陀时 听见了这声音 他已有多久没听见这声音了 好多个漫长的年头过去了 他不再有崇高的目标 没有进步 满足于小小的欢愉 却从不满足 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游戏 为这个而活着有必要吗 不 没有必要 这游戏叫轮回 是痛苦的根源 西达多明白 这游戏不能再玩下去了 一阵寒战 传遍他全身 就在当天夜里 西达多离开了这座城市 加摩拉没有让人找他 他并没有惊讶 相反 有一丝欣慰 西达多开始向神圣回归了 从这天起 加摩拉不再接待客人 关闭了自己的庄园 并打算去聆听 离开那个城市已经很远了 在那座城里 哪一种污秽他没有沾染过 哪一种罪孽他没有干过 哪一种心灵的空虚他没有承受过 西达多来到森林中的一条大河边 这正是他年轻时 他年轻时从乔达摩那出来 遇到加摩拉之前渡过的那条河 他犹豫不决地站在河岸上 疲劳和饥饿已经使得他虚弱不堪 他前往何处 奔向什么目标呢 不 已经没有目标了 只有痛苦的绝望 他想让手臂松开树干 葬身水底 闭着眼睛 迎向死亡 佛陀说过 见修与顿悟是不可分的 修行需要无量节 而水到渠成之时 顿悟就发生在一刹那 在这生死的瞬间 在彻底绝望的逼扎下 从他心灵深处的偏僻角落里 传来了一个声音 那是一个字 他不假思索就念了出来 那正是所有婆罗门 在祈祷的开头和结尾时 都用的神圣的 鞍字真言 意思是功德圆满 完美无瑕 就在这声鞍 传入西达多耳中的一刹那 他那沉睡的心灵 突然苏醒了 他看清了自己行为的愚蠢 他刚才居然丧失了所有的理性 以至于要用死亡来求得安宁 安 他喃喃自语着 久久地念着 他想起年轻时与父亲一起祭祀神灵 想起艰苦的沙门生活 想起佛陀的教会 想起他已经淡忘的所有神圣的东西 西达多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作为婆罗门或苦行者 与自我的争斗会徒劳无功 因为过多的知识阻碍了他 过多的圣诗 献祭 过多的禁欲 过多的造作和追求阻碍了他 这些经历 让他清醒地意识到 没有任何导师能够给予他救赎 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进入尘世 并沉免于权力 女人和金钱 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必须成为商人 赌徒 酒鬼和富人 因为他必须经历那些可怕的岁月 遭受恶心的折磨 彻底认清尘俗生活的空虚和疯狂 直到他陷入痛苦而绝望的境地 只有如此 他心中的浪子西达多与富人西达多 才能死去 这段历程是修行路上 一个必须亲身经历的环节 任何圣人的教会都无法替代 事实上他已然死去 那个荒淫贪婪的西达多死去了 一个新生的西达多 已从他的睡梦中觉醒 这新生的西达多 也同样会衰老和死去 西达多本为无常 一切形态皆为无常 然而今天他很年轻 他只是一个孩子 新生的西达多 而且他也非常快乐 这条河赐予了西达多新的生命 西达多在河边盖了一座茅屋 住了下来 他不断地向河水学习 以平静的心境倾听 以坦诚的心灵倾听 没有激情 没有热望 没有判断 也没有见解 河水到处都是一样的 对他来说 只有现在 没有过去与将来的阴影 河水仿佛在告诉他 时间并不存在 接下来的几年 西达多成了一位船夫 人人都说他是圣贤 因为他不收取报酬 慈悲地帮助各种各样的人 渡过这条河流 他感受他们的欢乐 同情他们的痛苦 也安慰他们的心灵 告别世俗生活中 最后的牵挂 这么多年过去了 西达多没有想到 他会再次遇见迦摩拉 更没有想到再相遇时 迦摩拉已经奄奄一息 迦摩拉本来是要去朝拜乔达摩 聆听佛陀的教诲 可是在森林中被毒蛇咬了脚 对于迦摩拉来说 见到西达多也很好 跟见到佛陀一样好 迦摩拉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西达多 默默地望着他 当最后的痛苦化作眼泪 划过他的脸庞 当最后的震颤掠过他的肢体 西达多用手合上了他的眼睛 西达多静静地待坐了许久 他久久地审视迦摩拉那苍白的脸 疲惫的嘴 想起自己年轻时 曾把这张嘴比作一枚新剖开的无花果 他仿佛看见自己的脸也躺在那儿 同样苍白 同样死气沉沉 与此同时 又仿佛看见自己和他的脸依然年轻 嘴唇红润 眼睛炯炯有神 这是一种永恒的感觉 他深深地感到每一个生命的不可摧毁 每一个瞬间的永恒 西达多走了出去 在茅屋前坐了一夜 倾听河水的声音 回忆往事 这一辈子所有的时光都同时触动和簇拥着他 他有时也站起来 走到茅屋的门边去听听孩子是否睡着了 是的 加摩拉带来了一个男孩子 小西达多 那孩子战战兢兢地哭着参加了母亲的葬礼 西达多很关心他 对他不加干涉 西达多明白 儿子不熟悉他 不可能像对待父亲那样爱他 但他渐渐发现 这个十一岁的少年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他无法满足于陌生和贫困的环境 儿子的到来并没有带来幸福与安宁 而是带来了烦恼与忧虑 可是他爱孩子 宁可忍受这种烦恼 西达多耐心地去引导小西达多 但小西达多并没有任何改观 他讨厌父亲 觉得父亲的隐忍和慈悲是一种伪善 日子久了之后 西达多清醒地感到 对儿子这种盲目的爱 是一股混沌的泉水 他就是轮回 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没有任何好处 西达多正考虑 要不要把儿子送回加摩拉在城里的家 没想到小西达多竟偷了他的钱 消失得无影无踪 西达多急匆匆渡过河去 打算下船之后去城里找儿子 河水轻柔地流淌 当时正是旱季 但河水有点特别 他在笑 他在清清楚楚地笑 在清脆响亮地嘲笑他 西达多停下了 他弯腰扶到水面上 想听得更清楚些 他看见自己的脸 映在静静流淌的水面上 这很像他父亲 那个婆罗门的脸 他回忆起多年以前 他还是个年轻人 他迫使父亲同意他出门苦休 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去 父亲岂不是也为他受了 同样的思念之苦 就像西达多现在为儿子 所受的苦一样 父亲早已死去 孤孤单单再也没能见到儿子 自己又何尝不会遭遇到 同样的命运 这种重复 这种绕着一个倒霉的圈子 旋转的循环 难道不是一出喜剧 一件奇特而荒唐的事 是的 没有哪个父亲 可以掌控儿子的命运 人生的路 只能自己去走 他看到了凡 那最根本的真理 儿子离开很久了 西达多心里的伤口 仍然在疼 但是河水教会他 把有限的爱 升华为无限的慈悲 现在他更热情 更好奇 更关心人 他在百度俗人 商人 士兵和女人时 他理解并分享他们 那有本能和愿望 所引导的生活 这些俗人都是他的兄弟 他们的虚荣和贪心 对于西达多来说 已经失去了可笑之处 而是变得可理解 可爱 甚至可尊敬了 他看到人们四处奔波 吃无穷的苦 忍受无尽的烦恼 他因此而爱他们 在他们的每一种激情 和每一种行动中 他都看到了生活 那种生气勃勃 那种坚不可摧 他看到了凡 那最根本的真理 在西达多心中 他长期探索的目标 渐渐开花 渐渐成熟了 他现在更加确信 知识可以传授 而智慧却不能 就像好朋友乔文达 选择留在佛陀身边 反而无法获得 佛陀那样的智慧 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它无非就是一种 心灵的能力 一种神秘的艺术 在生活当中 能够时刻保持 与世界万物的统一 感受并且融入这种统一 河流上有百千万种声音 有风声 有水声 有欢笑声 有哭泣声 有小孩声 有大人声 它们全都混杂在一起 千百次的缠绕 纠结在一起 一切声音 一切目标 一切欲念 一切痛苦 一切喜悦 一切善与恶 都集合到一起 就是这条河 就是这个世界 现在当西达多全神贯注地 倾听着河水的声音时 他的心不再受制于某一种声音 而是让整个自我融入其中 听见整体 听见统一时 那么这支由上千种声音组成的伟大歌曲 就凝聚成了一个字 那就是鞍 完美无瑕 西达多脸上样出了笑容 他的伤口开花了 他的痛苦放出了光彩 他的自我融入了统一之中 西达多用了一生的时间 去寻找神秘的自我 现在 他终于找到了 永恒的安宁 请不吝点赞订阅